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了发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名自然疗发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等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大人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集会继续讲一下关于孕妇的毛病 今天讲孕妇出牙血 演员医生 这个问题我又不是经常听到 是的 为什么孕妇会在怀孕期间出牙血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主要都是和我们以前和大家讲过的 是荷尔蒙的改变 哦 你知道了 孕妇的荷尔蒙是变动得很快的 那我们那个刺激素的护士就会增加的 那你知道了 孕妇的荷尔蒙要改变 而我们身体又要改变呢 就是我们知道出生粉仔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的那些盆腔那些根骨呢 是不是应该要放松它的 就是你不能很硬质的 那因为你生粉仔出港的时候呢 你那个齿骨那些是要有伸张力的 有一些空间 有一些空间的 那所以呢 在这个荷尔蒙呢 目的呢 是令到我们的身体那些 那些结体组织呢 是松软一些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 包括我们那个牙齿的牙周 牙床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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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变得软 会变得松了 那很多时候呢 就会容易出血的了 那当然呢 最简单呢 那个饮食方面的改改 就是调节啦 和营养素呢 是可以大大减低一些 这些严重一些这样的 的牙周 就是牙周出血的问题 那食物方面呢 我们先讲讲啦 是吧 那我们都说呢 第一 第一 吃多些钙 多的含有钙的食物 是 包括那个海带的植物 和叶绿素的那个植物 那除了那个菠菜 因为菠菜呢 是会抽我们的钙 是 那还有黄豆啦 还有一些呢 就是那个乳酪啦 就是无加糖的乳酪啦 那其他的那个水果方面啦 是金属的食物啦 Citrus啦 譬如橙呀 柠檬呀 这些啦 是清凉啦 那还有呢 是叶绿素的蔬菜 那能够增加我们维他命C啦 嗯 那好了 也有一些食物呢 就要在这个阶段 要小心啦 不要吃啦 因为为什么呢 比如它会 比如菠菜啦 是 那个大黄啦 Rubba啦 那个番茄啦 还有巧克力呢 原来呢 都会抑制我们的身体 吸收钙的那个能力来的 嗯 那所以这些是 简单是食物的那方面啦 好了 营养补充值方面啦 我相信大家 很多时候都会想到 第一是要什么呢 补充什么呢 维他命C啦 是吧 那维他命C呢 简单来说呢 一、两次 每次200的mg 那已经是足够呢 是 是 帮助我们呢 是 就是 補充足够的维他命C啦 那在同样的疗化方面呢 我都会用一个 一些纤维盐 就叫做 鸿酸 鸿酸铁 那这个呢 也是帮助我们呢 是减低 那个 流血的问题的 那 其他食物呢 是 比如那个材料维他命C啦 我经常叫做 施窄 施窄其实是什么呢 是叫做生物类黄酮 Bioflavonoid Complex 的 那这一类的 的营养产品啦 那包括 那个洋葱素啦 是 是 那这些 我也知道呢 是帮助我 通常呢 是用来呢 是处理那些 鼻敏感啊 这些这样的问题的 那当然孕妇呢 是不能够缺少呢 是多种的营养素 包括多种维他命啦 那我都觉得呢 尽量是用一些 浓缩食物呢 就是好过 好过 浓缩食物呢 是 浓缩食物呢 是比较接近我们的食物 那我们 和公司 和大家介绍过啦 Santa Process 是美国一个第一间 最老自豪的 营养 補充剂的公司啦 它有一个产品 叫做Catalene Catalene 那早年呢 这间公司 只做了一种产品 就是Catalene 那很厉害喔 好了 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用那些草药 例如那个 金盏花 Catalene 那大家知道金盏花呢 是对于止血啊 对于伤口啊 非常之有用的 那我们可以用这些金盏花 审滴 那拿两盐水 来到 掃口 浪厚 那除了金盏花之外呢 我都有时候可以用 二绿素 Colofil 二绿素 我们公司的健康店有的 是 滴它 滴它十滴 二十滴 那就是很绿的 来到朗后 或者用个胶食眼都可以 哦 那这些很简单的工具 好了 那当然呢 有同一个疗法 我常常强调呢 就是说 同一个疗法 这些人怀孕期间最好呢 就是因为呢 同一个疗法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工具 那同一个疗法呢 其中一个呢 如果你遇到一个症状呢 那是那个 牙肠呢 是浮肿了 出血了 还有呢 口水多 和口气重 这种这样的情况呢 就用这个 是那个 水银那种 Mercurus solipilus 当然 大家听见这个名字 水银 哇 水银是个毒药来的 是哦 但是你记住记住呢 在同一个疗法呢 说到什么都好呢 说到的疗法呢 叫做熔拱 熔拱呢 其实呢 是全部是经过稀释 是稀释过几亿亿亿万分之一 所以完全是不会有任何的水银的成分的 好了 除此之外呢 香氛油方面呢 就用个抹药 抹 OK 那也有一种草药 滴滴落那个 两盐水 将它放在口那里 才再涂了它 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按摩牙肉 OK 用手指呢 就在牙肉那里 即在口里面 用手指呢 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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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牙肉 或者用一些粗的牙刷 我们鹿創意健康店呢 有些很大的粗牙刷呢 是专门呢 是给你按摩那个牙肉用的 嗯 明白了 多谢完医生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 预约会诊 25773798 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用 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医生 网上回寻 可以email去 cs at 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听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ro.com 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节目了 多谢完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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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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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